张华县东方国小三日在礼堂举办 全国儿童无书包日同万闯关活动 县长主播员国际同济会总会会长黄武田 同济会同万推广主委刘春快 县议员林苍喜 张华市长邱建復等贵宾与会 共同宣导同万大闯关活动 希望能带动台湾本土童玩文化的再兴起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接触台湾古早的童玩 以前我们小朋友没有电脑可以玩 但是我们玩这些童玩是很有意义的 包括我们弹弹珠 弹弹珠可以训练我们的瞄准度 我们用玩橡皮筋可以训练我们的肌肉协调 我们玩沙包可以训练我们的手眼的协调度 所以古早的童玩其实也结合了我们一部分的体育 一部分的耐力的训练也结合了一部分 从小让同学们有收藏的习惯 我们也希望说借由我们的推广 让小朋友能减少玩3C的电子游戏 多一点跟群子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后最主要童玩的东西可以让小朋友 保护他们的眼睛 而且让他们身心灵很健康的快乐的成长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谢谢 我们夹弹珠啊 很好玩啊 就是说要夹的时候时间会刺激啊 然后就是说要争谁最快 卓县长表示 感谢国际统计会在全台50所小学 同步举办推广台湾本土童玩 打弹珠 set on a piao 玩沙包 跳绳 跳格子等童玩大闯关活动 让小朋友们可以接触台湾古早的童玩 例如弹弹珠可以训练瞄准度专注力 橡皮筋可以训练肌肉协调等等 期许小朋友能暂时远离电脑手机 走出户外迎向阳光 透过推广童玩 让大家认识艺术文化之美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